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结整形美容小课堂 我是爱说实话的整形医生心姐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这个皮肤科李丽大夫呢一起 来给大家解答一期这个关于痘痘方面的治疗 李丽大夫你还得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第二期了 OK啊 大家好 我是八大树整形医院皮肤科的李丽大夫 那很高兴又来到了第二期 那第二期呢 这个痘痘其实是我最擅长的 也是我最愿意跟大家交流的 太好了 因为前几天吧有一个皮肤科的 不是皮肤科的 是也前天有一个成都的成都的朋友来 来咱们这儿 还来了说 哎呀你们北京怎么这么多这个去痘痘痘的诊所 因为在南方吧 人家都那个山清水秀的 包括人家重庆成都好像都挺湿润的 确实没有方面这方面问题 那咱们这个比如说痘痘痘相害疫情 尤其是啊 我自己也是 你看这痘痘包的 就是他一戴口罩吧 就真的特别容易起痘 你说这个就比如疫情啊 你戴口罩就怎么着 日常护理能让我们稍微好一点点呢 其实戴口罩可以引起很多的问题啊 不光是痘痘的问题 在疫情期间 大家戴了口罩之后 皮肤科的患者里边 很多都是因为戴了口罩 出了新的皮肤问题 然后来的 那戴口罩一方面可以痘痘 引起痘痘 那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你一直戴着口罩 这个局部的温度 其实还是会高一些的啊 它这时候皮子线的活跃度 可能就会高一些 它分泌的油啊 就会更多一些 然后这样就其实更容易出痘 这样你老戴着口罩 其实它局部的温度高了以后 你的血管其实容易扩张 也更容易引起一下敏感发红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戴口罩带来的问题 对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就是好一点呢 就比如我平常注意些什么 我洗脸是使劲搓使劲洗 一天洗个三五七八遍的 还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平常用那些高端大牌的 什么喇嘛眼儿 还有什么鱼子酱 这都没不起啊 就是怎么才能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痘痘肌的护理呢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很多了 那我们可以从截面到护肤 到后面的面膜或者是防晒一个方面 可能大家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 那从截面上来讲呢 痘痘肌其实多数都会存在这个出油多 尤其是在T区 那有些的病人他比如说 他可能全脸的皮肤都比较容易出油 其实出油的皮肤比较适合的 就是大家常用的这种泡沫特别多的 这种洗面奶 对 其实这个泡沫比较多 就洗面奶去油的这个机制 就是在于它有一些表面水和的这种过程 造化 你去买我真是吧 你去谁把我会的 是不是赶紧走会出来 所以用一些泡沫比较多的 它可能去油上就会更好一些 这就足够了 这个牌子啊 那个牌子啊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义和区别 是买不起的意义 主要是我不喜欢的 OK 再说到护肤 其实护肤常规可能大家常用的 都是洗完脸来一遍 来一遍 先来一遍水 然后再来一遍金黄 对 没钱的就算了 就可以直接上霜了 上点乳液或者面霜之类的 其实从痘痘机上来讲 其实大家比较讲究的 你说你拍个水当然可以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 或者皮肤容易干的人 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的去用这个水 并且你用了水以后 一定要尽快的用上这个乳液或者是面霜 否则这个水的蒸发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你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那一般对于痘痘机来说 多数都比较油 那在夏天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保湿的乳液 就是因为乳液它其实是一种水包油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可能比较清爽一些 比较适合这种痘痘机 或者是比较夏天的状态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 大家可以选一些双季 因为双季它可能是一个油保水的状态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滋润保湿一些 那后边的面膜 那附面膜能不能去痘 其实没有一个面膜 说我附了面膜可以去痘 去痘我感觉面膜就是补水嘛对吧 保湿 对保湿 因为补水得靠口光针 其实补水和保湿还是两个概念 对我明白 一个是不让水走 另外一个是给你更多的水 相当于面膜只能算一个保湿 保湿的过程 就是水光针那种类似的 对它才能真的补水 这是两个概念 水光针比面膜强多了 强老鼻子了 那那个面膜 比如说好多人问什么医用面膜 和什么普通的那种面膜 它到底有什么分别没有 其实医用面膜它可能 第一个就是它在生产的要求上 可能更严格一些 比如它要求无菌 对生产无菌 对因为医用面膜它要求无菌 第二个呢可能它的出场检测上会更严格 那就好一些 对最起码比如说这个面膜的含氧激素 这项应该会在医用面膜上 可能会在药物成分上的检测会更多一些 而在这个大家日常用的这种 它可能检测的项目也会少一些 再一个呢医用面膜多数成分都会相对来说简单 比较简单一些 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啊 就比较适合 它成分不复杂 不容易出现过敏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这个可能会有 再就是其实有一些面膜 它还是有一些功效性的 就是医用面膜 因为它在上市之前 它可能会经过一些 像皮肤科专业的一些临床的观察呀 去确定这个面膜的一些临床有效性 可能才能用 当然大家在平时日常用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用医用面膜 我觉得这不是必须的 当然在一些医美治疗之后啊 我们还是建议要用医美面膜的 就是这种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护肤 我们用这种平常的这种面膜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珍规的品牌 因为在面膜里头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容易加激素 对激素脸特别红 然后皮肤都被毁了 还不好往回着子是吧 对非常难治疗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是选择大一点的品牌 这种几率可能还是要小一些的 对对对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洗脸 提到了擦脸油 提到了面膜 这都是日常护理部分了 咱们现在要切入正题了 比如说你这个得到了痘痘 特别大 因为以前我都特别满脸痘 就是各种都没法见人那种痘 都是李大夫给我治好的 那你就说到治疗方面 比如说咱们也有很多手段了 比如什么药物啊 药物你简单说说就行了 那个大家听不懂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那个果酸患肤 这个也可以大家介绍 对这个可以 如果我自己在家的话 能不能换呀这种 对 好 其实我们现在八大寿整形院皮肤科里边 可能一大半的病人都是来看痘痘的 所以我们对于痘痘的治疗 可能相对来说更专业一些 也更关注一些 你像普通的这种综合性的三甲医院的皮肤科 他可能觉得你来我这看个痘痘 哎呦太简单了 你也没啥问 不会影响你啥 也不会影响你生命 也不会影响你啥 也不用简单处理就行了 其实来到这里的多数都是为了求美的 所以我们对于痘痘的关注可能会更多一些 那说说治疗 其实痘痘的治疗 从它会根据它不同的严重程度 比如说你脸上其实只有点小粉刺 偶尔冒那么两个小红痘痘 这种其实我们把它定为比较轻的痘痘 那如果你脸上的红痘痘很多了 偶尔还会冒一些浓头 那你就可能取得中度了 哎 再有一些病人 囊肿大结结一摸 哎呀好久不下去 哎也不出来 这样的多数都是囊肿 这种其实就比较重了 这种比较麻烦 对 治疗起来可能周期啊都会比较长 那轻 像这种轻度的痘痘 偶尔粉刺 偶尔冒个痘痘 那首先推 比较推荐的还是万用药 那万用药的治疗大家尝用的 阿达帕琳 是不是特别厉害 给你点赞 阿达帕琳是皮肤科治疗痘痘 最常用的一个药物 福西底酸 有吗 有 有这个药吧 有 但是 这两个药其实治疗的东西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作用不太一样 那一般情况下阿达帕琳呢 是建议用在粉刺上 就是你看着鼓起来那种白头粉刺 那它用的一个第一一定要晚上用 白天尽量不用 然后哪有粉刺呢 点涂在哪 不能涂的面积太大 你可能就脱皮了 不能说 你看看了一下心姐的这个工作室 我自己买一阿达帕琳一涂 全脸脱皮又红又肿 这得说到 只睡前一次哪有点哪 然后如果说你比较重一些了 比如说你有一些浓头 还有一些红豆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能你就得来寻找医生的帮助 比如说你可以来找我 这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给你开一点口服药 比较简单的口服药 那比较常用的一些辅助治疗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加上了 比如说这个果酸患肤 果酸患肤 敲重点 如果想听果酸患肤 现在就在弹幕上跟我说一下 我要攒一攒 不要人多了 之后我才说呢 OK好 果酸患肤呢 它其实对于痘痘来说 还是挺好的一个治疗 那好多病人都会选择在家里换 其实是有一些可以在家里自己用的这种酸的 但是它浓度不够 对它浓度其实会比较低 因为它安全性 你只能随便瞎换 对对对 你一换再结痂 破了皮 然后再留了疤 就很麻烦 所以这种在家里换的这种酸呢 它浓度都比较低 你像血量酸可能多数都在2%这样 果酸可能8%以下 也就差不多了 那咱们来咱们医院换的话 这浓度大概是多少 那一般情况下20 果酸的浓度都会在20 30 甚至更高一些 你像后辈子的可能50 可能都有可能会用到 然后血量酸的浓度呢 一般都是超分子的血量酸 它的刺激性也会小一点 一般果酸患肤治疗呢 会非常的简单 截面 然后操作的整个过程 可能大约在10分钟左右 整个过程中可能有一点刺痛感 做完之后呢 没有太大的反应 你上午做完下午去上班 完全不会影响 这个我有发言权 李大夫给我做了好多次了 我都是做完之后 还去做耳术呢 出门人也没毛病 就是没什么感觉 就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但是它还是比较有效的 它那个痘痘好像就会 结个家一样的 拖一层皮一样就掉了 但是这个要常做 所以它有一个虚冠治疗 对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可能3到4周做一次 对于痘痘的首次治疗 可能会建议到3到4次 对对对 先要给雷震那个给它 比如按这个疗程给它做一做 对对对 然后彻底的晃一晃 皮肤更新啊 什么烂糟的那些的 都给它搞定之后 可能能好一些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 骨酸换肤的这个治疗 那其实我是觉得哈 你比如说像痘痘吧 有好多人都来就是咨询 比如说像水光针 刚才提到 咱们做面膜是属于这个保湿 然后只有像水光针这种呢 它才是真正的补水 因为它是把更多的水 给你打到皮肤里面 对对对 因为你面膜其实吸收不了嘛 就像你贴块黄瓜片在脸上 人家黄瓜里的水 要能进你的脸里 嘿呦喂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就要介绍一下水光针了 就是我一直就 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啊 比如说你这爱出油 爱长痘 它其实可以打水光针 因为它爱出油 是因为它那个水不够 所以它皮肤才分泌的油 是这么回事呢 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关系 可能皮肤你特别干的时候 缺水的时候 它可能油脂分泌是会多一些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 通过水光针来控油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啊 包括比如说我们水光针 你可以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的 乳毒素 这时候可能它去油的 控油的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 但是呢 对但是其实你水光针 一个比较明显的禁忌 也不是说禁忌 反正不太建议的状态 就是你如果买脸红痘痘 这时候其实是不能打水光针的 对对对 但是你禁忌了是吧 要的话你整脸就要爆痘了 爆痘对 它其实会有个问题 但是说水光针呢 其实它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补水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 透明脂酸单体打到这个皮肤里 上次我听李莉大夫做讲座的时候 说到说打了水光针之后 还要那个多喝水 多喝水 一定要多喝水 为什么要多喝水呢 其实这个打到这个水光针里面 主要是小分子的透明脂酸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吸水性的 就比如说一个透明脂酸的分子 它可能能吸收500到800倍的水分 在它的周围 那为什么打了水光针 有些人会觉得反黑 或者是三到五天真的会有更黑 它可能没有别的地方吸水 它就吸进皮肤表面的水分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建议 打完水光针 比如5到7天 你要多饮水 这时候你的血液循环比较好的时候 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就会被吸住 这时候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那你说我打完水光针之后 如果使劲敷面膜 是不是也有帮助呢 我个人觉得敷面膜 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水分敷到里头的 其实敷面膜只是一个保湿 只是让它别带走 对 其实就和你说的一样 其实水分很难从外都进到里头 对 所以说听见了没有 喝水 喝水 我都没明白 这个为大家总结一下的 就是打完水光针之后 你可能还是要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敷一些应用面膜 因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针眼 应用面膜是比较无菌的 然后它能帮助你这个小针眼的恢复 也能帮助你这个减轻你的水光针之后 这个红 红啊 脸呢 尽快去上斑这种的 但是它呢 其实只是帮助你这个创面的恢复 如果你要是想让水光针 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你可能打完之后呢 要多饮水 通过这个 因为水光针的这个成分呢 是透明脂酸小分子单体嘛 它可以吸收更多的水 你只有把你体内的水跟上之后呢 它才能够事半功倍 是这一期吧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一期呢 我觉得也介绍的比较通分了哈 有个痘痘痘方面的日常的护理呀 包括这个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你也不用提太多 你直接找你代表来看就行了 对 你不能外边瞎买的 你不能以为我会 你就也能会 这阿大帕连我都用了多少年了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果酸患肤 果酸患肤这个这个我非常有发现症 我至少做了十几二十次了得 还还可以 还可以挺好的 也不疼 第三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水光针的治疗 水光针呢 包括现在马上叫冬天了 对 其实还是一个可以打水光的状态 可以打水光的 这个补补水 当然这个水光针 你不要以为它就是特别的 这个补灵补灵的神奇的作用 它打一次之后 就好像能持续多长时间一样 你从原理上考虑 它也不可能能持续很长时间 它就是一个需要日常的一个 类似于保养 对对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就是说 你花一定时间之后 就能够一劳永逸的事情 这个日常保养 女神都是日常要保养的 好不好 欢迎大家呢 这个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呢 能够给你帮助的话呢 也一样重发 是不是啊 弹幕啊 这个弹幕特别好玩 我还有话要说 我还有话要说 那你快说 心姐刚才说了啊 她做了果酸 她们做了十到二十次了 那大家可以一定要注意啊 做果酸坏肤也一定要到正轨的单位去做 因为它其实是有恢复期的 不是说 我随便做了 像大家不要误解 我没事就给心姐做 做果酸啊 哗哗十到二十四过去了 其实是有时间间隔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间隔 我们做好几年了 否则是否则的话 这个皮肤还是容易敏感啊 容易敏感啊 变薄啊这种情况 所以要给它足够的恢复期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认了好几年了 我在十一二十四十几 好几年之内做的 不是说你今儿做明儿做那种 一定有今儿做明儿做 如果要是来想找我们李莉大夫 看门诊的话呢 也可以下载这个八大处 整形外科医院 你直接搜李莉大夫 或者是皮肤科里也应该能找到 是吧 东院西院都有初诊的 千万不要又人红是非多 又被别人冒充了啊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下一期我们还是皮肤科的哦 拜拜